了解情況的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負責人黃奇 接受本臺採訪時稱 兩名記者其後都被江彥白沙村村長和8個隨從帶走 此外 就在兩天前 兩名香港記者赴成都採訪四川512系列問題時 被當地警方帶走 直到次日凌晨2點才獲釋 而在今年2月18日 黃奇與天王義工楊秀琼帶領三名日本記者 採訪512地震重建工程醜聞時 被治保大隊人員以非法聚會為有干預 雙方爆發衝突 隨後遭當地警方拘押 黃奇告訴本臺 有些細膩的貪腐集團以及不少官員 因為在512發生以後 最先世界上只有大家關注的時代學生家長 後來全川都出現了大量的大眾512重建旗號的真地 都是低價強增農民的土地 因此不少地方的農民都在群體擺盪 同時還出現了一系列那個羅戰512救災款 以及打造512旗號的那個各種貪污腐敗性 而因此當局現在把這個512問題幾乎是完全列為禁區了 據中國民間調查數據顯示 溫川發生的地震早晨約30萬人死亡 21.6萬間房屋倒塌 其中包括6898間校舍 遇難者包括上萬名學生及教師 自由亞洲電臺 特約記者 新領採訪報導 在哪裡 似乎在這裡 新領採訪報導 旦 新領採訪報導 感谢观看